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来健康教主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极简单又美味的中式甜品 就是椰汁红豆糕 我们首先看一下材料 有红豆70克 红豆上140克 这个就不用现在准备的 因为你一会处理红豆的话就会得出来 另外鲜奶300克 椰汁200克 糖110克 加上鱼胶片或者鱼胶粉42克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麻烦按like、分享和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钟仔 有新片就会立刻通知你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了 那我们首先用水浸红豆大约1个小时左右 然后用石纸包住它 一会儿蒸的时候 倒汗水滴下来 但是为所要缩点气 我们捆几个洞里的缩气 然后把它挑高一点点 如果不是,倒汗水就像锅一样滴下来 那就真的浪费了 OK,我们放入蒸炉 大火蒸它1个小时左右 大火蒸它1个小时左右 蒸完出来 既然现在基本上是熟了的了 那我们首先过一个小时 把红豆和红豆水分开了 先把红豆和红豆水分开了 路透拿回红豆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就可以了 接着落300克鲜奶 200克椰浆 140克刚才做的红豆水 如果不够红豆水的 就可以加一点热水都OK 加110克的砂糖 这道糖的份量可以随你喜欢 甜的程度而加减 接着用中小火 煮油kan 糖 大约煮至70-80度 就可以厘热到台湾 之后就可以放42克的鱼带片 搅匀кт 加入红豆,加盐 将他过一过筛,隔开少许渣 如果没问题,可以加入红豆 这边其实自然放两河 但因为我心急,所以用冰水去冷却 因为热天的话,不用冰水,分分钟搅拌几个小时 如果用冰水的话,20-30分钟就可以了 冷却后,可以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用手勾搅拌,稍后放入冰箱 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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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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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箱,冰箱,冰箱和冰箱 冰箱先捆好冰箱,倒入附影 如果冰濃热的话不要紧 你可以用一碗热水 放在上面,然后搅拌 让它稍微融化 这样浆就可以正常地融化 冰4个小时 拿出来的时候,用一把薄一点的刀 就可以很轻易地割开它 之后我们倒扣脱毛 把它割成你喜欢的大小 就可以吃了 这次分享就是这么多 下次再聊 拜拜